歡迎收看我們加油喜事頻道 為了回饋回支持我們的新老客戶 在未來的6月18日前 只要通過我們加油喜事購買大灣區物業的客戶 即可獲得價值28888的喜事六重禮 同時由6月1日起 前18位成交的業主 還可以參加加油大獎抽獎活動 勁抽超級大禮包 國內知名品牌新能源汽車一台 在此提前恭喜我們大獎幸運兒 可以啟提到如此豐厚的禮品 同時現在考慮入手灣區物業的各位觀眾 就一定要祝這次6月份的購房優惠活動 今次是一個限時優惠 在此再次恭祝大家 6月18購房節可以入手自己心儀的單位 有興趣的觀眾就請盡快連累我們加油喜事 我們會提供一個最愉快的購房體驗給大家 接下來就請繼續欣賞我們精彩的影片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喜事快訊 我是今期的主持人Iwan 今期帶來的快訊是一個超級重磅消息 就是珠海即將要實行兩勝首期 整個消息就真的好像一個大浪一樣 捲直了我整個生活圈 今天早上開始 朋友圈、微信的私訊 各大群組 甚至各大資訊平台都在封存兩勝首期的情況 這兩勝首期的重點 這個政策是有什麼類別呢 和以往的政策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這兩勝首期的資訊 它分別是有目前收到的封 就是有幾條的 第一個就是沒有房沒有貸的情況下 普通的住宅就是兩成首付 如果是有房貸的情況下 現在就可以三成首期 就立即OK了 而且還有一個非普通住宅的情況下 都是三成首期 就立即可以入手上車了 第二個就是當大家有房貸紀錄在身上 已經全部結清了 接受首套的一樣是三成首付 第三個就是有一筆未結清的住房貸款紀錄 兩套都是可以接受三成的 其實今天這個消息一出來 基本上珠海是有封存 不知道你收到消息沒有 當然了 計算幾天前 中山出現這個解除限購 接著再出兩成首付 再接下珠海 這兩天都一直在存兩成首付 為什麼今天會這麼熱烈呢 因為今天聽說 銀行的內部消息洩漏了出來 大家各大開發商 在我們收到 某知名的開發商 的項目信息 來到我們公司的時候 我們馬上第一時間 就拍他了解 究竟這個政策 是不是真的實行了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政策在政府 聽聞就是有少少封聲透露出來 但其實他都還未有正規的文件出版 我今天都去和這個開發商了解 當然是哪一間開發商 現在都不方便透露 因為其實這個未出台的訊息 都會相對應比較敏感 但是如果大家對兩成首付 這個關節這個節點上 大家是非常之在乎 非常之覺得在這件事 可以衝擊到這個市場 其實大家就真的要確實留意一下 接下來這兩三天 應該就會陸陸續續出到這方面的詳情 這方面的紅頭文件 當然我們家有喜事 一定在出到紅頭文件的當日 就馬上把第一訊息帶給大家 但是這件事 現在大家就不要聽傳 現在網上在封傳的這條訊息 是確保可以做得到 當然現在珠海各大開發商 其實都有某些動作 在支持這一條 我們今天的快信的內容 其實有某些開發商已經在實行 收取訂金 如果當政府部門政策一出台 立即就可以成功轉認購 出我們的認購書 如果政策出台不成功的情況下 都說可以退訂 究竟這件事最終能不能出台 兩三天之後大家就食目相看了 那關於今天的資訊 你究竟敢不敢興趣呢 又或者叫做 香港人可不可以享受到 今期的兩成首富 港澳積貸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支持得上 如果你敢興趣的 在下方的留言區 留下你的留言 或者連繫我們家有喜事的電話 我們立即和你一一去拆解這個情況 今期的快信就到這裡 有什麼新的資訊呢 下期再見 拜拜